据报答韩国团体北克班正云TOP爆出不麻后没几天 6日精传药物使用过度陷入昏迷紧急送医 警方还原了当天情形 TOP在本部小队留守 5日晚10点左右 服用了平常有在吃的镇定剂之后就醒了 隔天早上7点30分左右 他打着汗一直睡着 同仁为了让他吃早餐把他叫醒 他暂时睁开了眼睛 但因为太累所以决定继续睡 直到中午12点才被送往医院 不过并不是一开始报道所说的 没有意识地被抬上单架 他是被搀扶着走出去的 另外TOP现在并没有生命危险 只是因为药里含有安眠气成分 现在是陷入睡眠状态 大约一至两天等药效过了之后 他便能恢复正常 不会妨碍一般生活